古今中外通通学 成就自己的学问 成就自己的德能 这是很好的模范 那么再看下面一段 第六端 天药与花 天时之落 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 又舍利福 别佛国土 常坐天月 黄景为地 昼夜六时 雨天曼陀罗花 歧途众生 常以清淡 过以一格沉重庙花 供养他方设万一符 既已适时 还到本国 饭肆惊心 这一段经文 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来介绍 这一段讲天时 天时之落 一格成花 一格成花 他方供养 饭肆惊心 我们 度这一段文 这个文字不多 境界 确实 能浮现 在我们的面前 在我们的面前 一格成花 这个一格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花篮 古印度 这个成花 就叫做一格 有人说 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成花了 这个不一定 因为当时这个风俗习惯 我们对他不深了解 但是他是成花的 那么在中国成花用花篮 这说的是 五求不得苦 一舍行乐 一自在 十自在 这个舍里面 饭肆惊心 主要的这一句 无求不得苦 我们到 他方世界去 供佛 供养他方 十万亿佛 花是供佛的 你喜欢什么花 空中就 花就落下来 听 欲 听曼陀罗花 这个欲是从上往下降 念欲是动词 往下降 这样是天花了 天空当中降下来的 曼陀罗 是繁语 曼陀罗是什么意思呢 翻成中国叫 事意 就是你喜欢什么花 落在你一格里头 就是这个花 你喜欢莲花 看到落下来就是莲花 喜欢梅花 看到落下来就是梅花 喜欢莲花 喜欢莲花 落下来就是莲花 喜欢蓝花 落下来就是蓝花 深意 设自己的意思 自己喜欢什么 落下来就是的 这叫曼陀罗 所以曼陀罗不是一种花 无求不得苦 真的是心想四尘 随心所欲 这一桩事情 在我们这个世间就做不到了 祝福世界也少有 极乐世界的这个弥陀 本愿微生加持 圆满功德了 没有欠缺 他放供佛 就是供养他放十万亿佛 神通路 是多佛路 我们在这个世界 想亲近一尊佛 都不容易 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等于往生一切祝福世界 这个要懂啊 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 我在年轻的时候 有些同餐道友 非常羡慕 弥勒无上 一心一意 想求迷勒净土 迷勒净土 在哪里呢 欲界第四成天 斗帅天 斗帅天是凡圣同居土 有内迷勒凡书 有内迷有外迷 外迷是凡夫 是这个 越界第四天的天人 内迷呢 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 在斗帅天 一般斗帅天人 见不到迷勒菩萨 好啊 是很难得了 将来迷勒菩萨 降生到这个世界来 实现成佛 他们都是迷勒菩萨的 大弟子 就像释迦摩尼佛 这一会里面 摄里佛 穆建林 这些人 可是 你有没有把握 生斗帅内院 斗帅内院的门槛很高啊 是这个弥勒菩萨的 是这个弥勒菩萨的